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Studio Series 86-19 DinoBot Sennaro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是Leader Class 那現在Leader Class是看不到玩具的本體 正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盒繪 這款恐龍金剛也是歸納在86大電影裡面 Studio Series 86-19 Sennaro 看到盒子的側面有它恐龍的一個大頭照 看到盒子的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龍形 另外一面也是一個恐龍的圖片 那它一樣有附帶一個展示台 展示台的背景就是86大電影裡面的場景 那你是可以把玩具以這個龍形 龍形擺不太像 以人形擺在這個地方展示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呢就是長這個鳥樣 異常條的這個東西 不重要丟到旁邊去 配件方面有附帶 一把大劍 這個劍細節刻畫 看起來不錯 而且有上銀漆 龍形的形態之下 它也是有一個收納的位置 下面這邊有兩個凸 對應劍柄這邊有兩個洞 有凸有洞 就直接督進去 那它就可以收納在這個恐龍的下面 不影響整個恐龍形態 這一點是不錯的 這款Studio Series的Snarrow 算是這個系列推出的第四款G1造型的恐龍金剛 那目前只差一隻就可以把五隻恐龍金剛全部收齊了 比較有趣的一點就是這個角色在86大電影裡面 基本上沒什麼出現 算是一個非常路人非常邊緣的角色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龍頭 龍頭它是兩塊合併在一起 所以中間有一個分隔線 額頭這邊有一個博派的標誌 眼睛有塗裝 那嘴巴是可以打開來 打開來可以開到這麼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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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後看到身上呢G1的卡通其實沒有什麼細節刻畫 但是玩具它多了非常多的細節刻畫 看起來是非常不錯非常正點 側面的細節刻畫也是很多喔 然後局部有些黑色藍色的塗裝 前肢的腳它是一個球形關節 360度旋轉沒有問題 下面這邊也有一個關節可以活動 然後看到後面整個背甲都有延伸過來 然後這一塊是紅色的 後腳的部份它是齒輪關節 360度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在下面這邊呢它是可以有一個活動的關節 腳掌也是可以旋轉也可以上下活動 看到屁股的地方呢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露餡的地方喔 機器人的隱藏度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那這個尾巴一開始我變的時候呢 覺得我是不是有變錯啊怎麼這麼垂 年紀輕輕的你就這個不舉啦 那這個尾巴是不可動的 有金色的塗裝是還蠻漂亮的 擺成龍型的時候呢你腳要調整好 要不然這個尾巴會碰到地板腳會站不穩 把它翻過來看 除了這邊有一點空洞之外 整個玩具還是非常的完整 完整度是很高的 那這款Snarrow中文翻譯叫嚎叫 那你可以說是咆嚼或者是劍龍 看起來就非常的劍 整個恐龍型態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喔 基本上沒有什麼缺點好挑 除了這個尾巴感覺比較垂 如果這尾巴可以多一個可動 把它往上一點的話 我覺得會好一點吧 但是我大概知道它就是人型 背後這兩個造型 所以它變成不可動的 然後它的角度就是擺這個樣子 真正的建容不知道尾巴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啦 如果有恐龍專家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就把目前所有的恐龍金剛 拿出來比較一下 這一款是三角龍Slug 然後就是我們的老大Greenlock 最後是這個Slug 全部擺在一起看起來還是 非常的壯觀喔 非常的好看 那除了Slug還有Greenlock 它們有附帶小人之外 另外兩款是沒有 這一點比較可惜一點 這個系列的恐龍金剛 這整套來說我覺得做的都非常的不錯 不管是外型、塗裝 或者是獸型、人型 都表現的相當讚 那目前就差一款 就可以把這五隻金剛收集齊全了 就等最後一隻的出現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龍型變為人型的一個 變形步驟 變形過程第一次要稍微摸屬一下 但是你如果了解整個流程之後 變的是很順 也沒有什麼糾結的地方 那在過程中呢也不會有什麼掉件的問題喔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後腳 後腳在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鬆開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 然後它的拳頭就是塞在這個裡面 所以這個腳呢要把它往後搬一點 把這個拳頭翻出來外面 翻180度 然後再把這個龍的腳 收到這個裡面去 腳掌要旋轉180度 把它收進去像這樣子 接下來在這邊呢 龍型拉出來這個關節要把它收回去 它會扣住 卡一聲 那基本上呢一隻手就變好了 另外一邊也是給它比照辦理 先把前面這個卡扣給鬆開 把這個龍的腳往後移一點 騰出一些空間讓拳頭翻到外面來 再把這個腳收到裡面去 那這個龍的腳從人型變回龍型的時候呢 要搬出來要施力點要對 要不然你這個東西很容易扯掉 你如果要把它扳出來呢 最好是用大拇指這樣子把它 扳出來 不要拉這塊東西 這塊東西它就是卡扣扣住的 你用拉的它很容易掉 然後接下來呢再把這個 這個關節把它扣回去 那它的兩隻手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我們可以先把前腳 把它折疊一下 稍微折疊一下 然後在這邊有卡扣 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把它鬆開來 先鬆開來沒關係 把它翻到底部來 這邊這兩塊東西 裡面有卡扣 要把它鬆開 打開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打開 打開了之後它腰部是可以拉伸的 就可以把它的腰往外拉 拉拉拉拉 拉出來 它的腳掌就是藏在這個裡面的 這是它的胸甲 胸甲在變形的時候可以打開 腳掌要收到裡面去 那我在直播的時候呢是變錯了 不好意思 接下來把它兩邊 分開來 分開來呢就可以把它稍微的翻出來 不要全部翻到底喔 翻一半 你如果不翻出來一點呢 這個龍的頭是收不進去的 前面這邊有一塊東西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把它的龍頭收到這個裡面 剛好岩屍合縫 再把這一塊 這個有卡扣扣回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這個腳稍微翻出來一點 翻出來一點之後呢就可以把上面這一塊 把它打開 再把這個龍的頭收到裡面去 這一塊 把它扣回去 接下來就可以把它繳整個的拉直 拉直 然後這個龍的小腿呢 要把它收到這個裡面去 收進來的時候 要把它轉一個方向 轉成直的 再把它蓋回去 這邊有卡扣扣起來 旁邊這塊東西再把它蓋過來 在這邊呢有兩個凸 它可以扣到這個裡面去 可以固定住 把它稍微捏一下 然後翻到正面來 腳掌把它打開來 這樣子一隻腳就完成了 還是蠻巧妙的喔 蠻順的喔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喔 把這個東西先翻過來 然後把它往下轉 轉成直的 收到這個裡面去 這一塊蓋回去 稍微捏一下 然後呢把它腳掌 腳掌已經打開了 那它的一雙腳就變形 完成了 接下來呢可以把它的腰旋轉 180度 然後把它這個拉伸出來的關節把它推回去 尾巴的部份直接的把它 分開 左右分開 打開來 然後翻到正面來 胸口這塊蓋板 這裡有卡扣的喔 把它鬆開來 翻到後面去 那這時候先把頭 利用你的手指 從後面推 這樣子頭會比較好翻一點 把這個頭先翻出來 然後在胸甲這邊 這邊是有一個活動的關節嘛 裡面有一個卡扣 這個卡扣把它扣緊 再把背後這塊東西 做一個折疊 在這邊有兩個洞 對應這邊有兩個凸 把它扣起來 手把它往下放 另外一隻手也把它放下來 最後就是給它稍微的 調整一下 嗯應該沒變錯 那它從龍型變為人型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 大功 告成啦 在變為人型之後 整個外型跟G1裡面的形象也是 非常的接近 那這四隻推出的恐龍金剛 這一隻的關節我覺得算是數一數二的喔 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有對焦喔 頭雕做的也是非常的復古 非常的G1 面無表情 這個路人甲邊緣人 然後呢它比較大的特徵就是 背後這兩塊造型 就是由尾巴變成的 胸口有一個博派的標誌 卡通裡面呢有時候它胸口是白的 有時候是黑的 那以前的卡通畫的比較不嚴謹 變來變去 胸口應該是黑的啦 局部也是有上一些銀漆 那手沒有任何空洞喔 偷膠的問題 下半身呢這個關節的緊實度也都還不錯 小腿的內側有一點空洞 其餘的來說還算是完整 那正面這邊呢有這個背刺 也是這款人型的一個特色 看到人物的後面 整個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完整啊 背部也是沒有空洞偷膠沒有背包 兩個尾巴打開來之後呢 還有一些細節刻畫在上面也是 蠻漂亮蠻不錯的 可動性方面 頭可以往上喔可以抬得很高 往下喔往下一點點 左右旋轉沒有問題 它是一個球型關節 肩膀360度沒有問題 但是會被後面這個造型給擋住 這個造型呢你要把它移開也是可以的啦 那它是齒輪關節喔 手臂平舉的話可以抬到這麼高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可以超過90度 然後拳頭也是可以旋轉的 它是Leader Class 可動性還是OK的 腰有腰轉 然後腰呢你還可以把它拉出來 變成這個樣子 雖然沒有什麼屁用 腳往前踢的話是齒輪關節 軟的那種喔可以踢到這麼高 往後的話也是可以到非常大的幅度 往外可以到劈腿的程度 但它就不是齒輪關節了 支撐力度還是OK的沒問題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是齒輪關節可以到90度 腳掌它這裡有一個變形的關節 然後它也是有一個非常不錯的 結地關節 那這款Snaro在人型之下呢我覺得表現的也是 相當不錯喔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整個人型非常復古非常的還原G1 以前的恐龍金剛呢 長的就是這個鳥樣喔 雖然沒有現在的設計來的好看 但是充滿了滿滿的80年代味道 那把玩起來的手感也是很扎實 關節很緊實 用到了大量的齒輪關節 可動性啊活動範圍都是不錯的 以人型來說我覺得並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除了說啦雞蛋裡挑骨頭 這裡有一點空洞喔 其他的來說基本上是 都是非常好非常不錯的 它所附帶的武器 武器它其實是軟的喔 這個砍不死人的 讓它握在手上 它就是一把劍天下第一劍 然後它就是劍龍 所以它特別的劍 兩人三錢來比劍 看是你劍還是我劍 那這個劍呢不用的話 背後這邊也有個洞 你可以把它掛在背後 這個收納方式是OK的啦 大小比例方面 我們再把其它所有的恐龍金剛 再拿出來比較一下喔 為了變這些變的 我真的是要死要活的 首先是這一個 欸這個是什麼 Slug嗎 還是Slug 不管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才是Slug啦 這個才是Slug 喔那我的鏡頭已經擺不下了 還有一隻咧 欸你們讓一下位置 喔我們給這個大哥 Green Lock一點位置好不好 好 那四隻擺在一起呢 身高基本上比例都是一致的 裡面就是這個長頸龍Slug 它的關節 下半身的關節呢很軟 站不太穩 年紀輕輕的就不舉了 其他的都表現的都還不錯喔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那我也是非常推薦 這個恐龍金剛要收就把它全部收起 要不然你就乾脆不要買了喔 如果你只想單挑的話 我會推薦Green Lock 畢竟它還是比較重要的角色 那它的大小比例就像這個樣子 這款Studio Series的Snaro 也就是86大電影恐龍金剛推出的第四款角色 整體來說龍型人型變形過程以及玩具做工 我覺得都有達到一定的水準 而且是不錯的水準 那不管你是想要收齊或者是想要單收 我覺得也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對於G1迷我是非常推薦的 那如果你是電影系陸科 你對這個G1造型沒興趣的 你就看看我的影片就好了 那今天這款Snaro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體 從世界的Cybertron